Hello,大家好,快过年了,大家开开心心 不过很多人很担心,担心什麽呢? 担心就是过了年后的财源减薪, 又在这儿挖众取宠,我不是客气的, 而是说很多业界的人士,包括钟小型老板, 他已经知道未来这一年都是艰苦经营的, 所以有些行业就开始想怎样过了年后再计算,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这个财源减薪, 香港减薪这件事不是容易的, 不过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在大陆已经出现, 而且不是今年和去年, 而是说从2021年开始出现的减薪潮, 打工仔它自己本身已经是真是餐饮餐食餐餐清, 现在大陆的减薪潮在今年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暴露出来了, 大家都说国内什麽时候有讲过减薪, 公务员年年都加薪,什麽时候有减薪, 但是只要国内的朋友他自己懂得从这个行业, 从那个行业,这个行业有它的报告, 那个行业有它的社会调查, 大家一陷起来,不用我讲了, 你只要拿到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全到国内不同的领域裡面是公开的, 只不过是说你怎样去演绎,怎样去收集,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逐个逐个主要行业的减薪潮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便会發觉, 原来过去几年没出声,没出声, 大家在大陆在做的, 这一件事会不会随着经济又会影响到香港某一些, 尤其是大财团,大财团最喜欢的, 将那个经济的危机全转给中层、基层的,是吧? 所以这些来讲,特区政府, 你不想香港乱,不想香港民心进一步换散, 你好好地调节一下政府与大财团的关係和利益, 这个就是由国内辐射到香港了,是吧? 好了,先看看国内自己本身的减薪潮是怎样严重了, 好了,先看看,如果你说从大陆总体的, 我们先看38个主要城市, 过去35个,现在38个主要城市, 在这一年裡面,即是2023年裡面的降薪潮是怎样体现呢? 首先,你先看看2023,它很细致,有分季度, 第四季度,即是刚刚过去了,是降了, 比第三季度降了1.3%, 而连续是跪跪降的,不是一季,第二季就升了, 不是,即是它这个是持续性,去年全年都是降薪, 而这个降薪潮是延续2022年, 是自从2016年以来的最长的一个降薪的区间, 国内叫区间,即是说连续降, 2016年那时候是曾经降过, 但是后来升了, 但现在这次是自从2016年以来最长的一个降薪期, 所以你说是否令人很担心呢? 因为每个行业自己本身有不同的平均收入, 所以不能够讲得太细致, 但是现在那个平均降幅已经令到 每人那个声称的人均收入, 这个声称的人均收入, 大概1万人民币, 但是李克强小小之前他去年, 他都讲过全国现在还有6亿人收入是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 所以他这个1万元那个是有很多高收入的人, 返回现在那个中位数, 但中位数也在跌,这个才值得注意的了。 另外一个我们逐个逐个行业来看, 好,第一个数码高科技,国内说高产值, 好,看回他这一个行业的人工, 原来是去年延续2022年那个最大降幅来的, 你不是很高薪或者很高产值吗? 为什麽他们的员工裡面是薪金降幅最大的? 好,还有些更细致的, 原来他裡面去年是降了7%, 里面还有技术型的,IT人都有技术型, 有些是设计型的, 技术型那些去年是降了12%, 设计型那些降了18%, 即是你设计了很多,能否转化成为这个产品, 在市场上推出来有没有市场效益? 如果没有的时候,研发那麽多做什麽? 所以设计类那些科技人才去年的减幅是18%, 那你两个加起来都是双位数, 为什麽得出一个平均数是7%减幅? 即是在这个行业裡面有很多生产者, 即是手作者,又未到设计型,又未到技术型, 拉均了,都降了7%, 大概现在是13400多个平均的月入, 我都说这个跟1000元收入那个是差得远, 不过它这个IT界, 再看另外一个,公务员够稳定了吧? 我过去都讲过,公务员饭碗是稳定的, 但收入是不是稳定呢?不知道的, 我们看看去年公务员的数字, 那是整体的先, 因为公务员很多种, 有些教师、医护人员都是公务员, 好了,整体的,原来是由2021年7月开始, 已经下降了,下降的模式, 你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譬如说我不发花红,我不发奖金, 我不发津贴,实质工资是减少的, 你有个基本工资,按照那个新级表, 没有减,但是你总体收入有减, 好了,逐个逐个来看, 广东经济大省, 但是广东,除了花红等等的来讲, 去年跌25%, 所以广东的公务员呆呆声, 是吧? 那待会再讲一个对比的, 因为你说广东减25%不是很厉害, 但是广东以前是基数高呢?是吧? 好了,再看看山东,山东是教育大省, 官僚大省,因为很多现在的官员都是来自山东的, 是吧?好了,他们没有减,哪有减薪, 不过原来他们是要吐出来, 即是过去几年多发那些奖金, 他们说那些奖金本来发给你,不应该的, 多发的,如果你吐出来, 结果山东搞出一个,我看中国的官僚架构里面, 第一次出现的办公室是叫做什麽? 叫做减薪办,减薪办?是政府机构来的, 减薪就是减了,你多发出那些, 未来的薪金可加可减,你过去的那些奖金、 补贴,麻烦你吐出来,竟然有一个部门, 现在这类部门其他省市都有, 暂时不是很普遍,不是说各个省都有, 但是减薪办这件事真是破天荒出现的, 以前是什麽创薪办的, 现在减薪办,虽然两个薪是不同的, 所以现在就直接慢慢慢慢扩大到, 普遍地方的职主大省市的公务应该减薪, 譬如以上海为例,上海经济大市, 上海现在它未减高层,但是基层开始减了, 储级干部,储级干部都不少, 它现在的年薪已经减到去年20万, 即是一个月是1万多元,以前风干的时候35万一个月, 即是有钱,分了它,即是有钱,让你吃饱点。 另外一个,上海的科级人员,低一级, 科级人员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5万人民币, 刚才讲那些人民币来的, 15万即是1万多元一个月, 跟它高峰的时候,其实是前几年, 2021年之前24万,即是每个月2万多元。 所以大家可以看,为党政机关做的已经这样, 其他事业单位,现在已经出现了教师和医护人员, 在去年裡面的维权,以致土薪,即是追回薪工, 这一类已经在教育界和医务界,已经是此起彼伏了。 当然你说外面看不到的,怎会让你看到呢? 是多数多些跟进国内的情况, 大家去看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报告, 你们就看到的了,这些都不是我们抹黑的。 好了,再看看我们现在不怕,我们只有金融, 上海又说要做国际金融中心, 大有取代香港之势。 我们看看金融界的情况怎样, 只要你要回金融界自己的调查就知道了。 好了,金融界就找回去年48家主要的所谓的券商, 即是说证券那些商人,你就会发觉原来2021年开始跌, 但是没有明显的,2022年明显地跌了,到2023年。 好了,大家看看,2022年是跌了11.3%。 即是证券界48个券商裡面, 是由2021年跌11.3%,讲工资而已。 大家没有个概念的,大家经常听我讲这么多个数据, 可能大家一时之间都未必消化得完。 好了,我具体一点,这个金融界的薪金减11.3%, 相等于剩值是多少?剩值是100亿人民币,100亿。 你说金融界的头头,那些大MASA, 董事局成员,董事局,是国企来的。 你看看那时候风光的时候自己捏多少水, 你不要说捏水,它按照机制,它赚得多, 所以它就有更加多的收入,全部正式的,不是贪污的。 现在一减11%等于100亿人民币。 你可以看看,现在2023年减薪的数字没有, 我估计是更大了。 好了,再看看具体一点,找一些证券商的例子, 中信、证券,基本上跌了15%。 中金,即是很多金融等等, 它先在高层那裡减,它这个相对有点良心, 在高层裡面减,为什麽? 高层它真的膨胀都很重要,那个利益是吧? 你即使减的比例,你同样减1%,高层、中层、低层, 那你高层减1%,即是好像摸一下它, 即不是割人一副肉,如果你基层减1%, 也有数得计。 所以,去到这裡来讲,现在单单, 我刚才讲中金,它在高层裡面一副, 那个人先副花红40%。 它这些油刃有缘,没有而已, 花红没有就没有,下年可能又80%。 所以,去到这裡来讲,大家再开始去看, 再看下国内不停谷的,今年又谷就谷不起的, 去年已经谷不起了,就是房地产了。 原来房地产裡面,在2022到2023的上半年, 一下半年的数字,业界裡面未有。 看到这个数字,大陆已经有几十家的房地产的企业爆破了。 跟着呢,裁完了。去年,即是刚才讲的期间, 是裁了26万人。26万你说多还是少呢?不知道了。 你说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行业呢? 因为大陆的房地产, 是大陆一般中产者拥有资源投资的, 百分之七十这些资源是投放在房地产的。 那你再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你就会一减身,很多人连带关係, 生活就很担忧了。是吧? 好了,房地产不止, 这单单再找一些具体的, 你不要讲恒大了,恒大爆破了。 其他的一些来讲,譬如中金科, 这些国内的名字,大家不需要知道那麽具体, 什麽阳光城等等。 去年财源百分之五十, 即是风光的时候好,不风光的时候斩。 这个香港都是这样的了, 但问题是你的社会保障等等, 搞不搞得行呢?是吧? 从这样的来讲,大家就开始去看了。 好,不怕,我们要谷大一些新兴产业。 好了,现在国内的新兴产业是OK的, 譬如电动车。 现在全世界的电动车, 中国的出口增长量, 全世界是逆市向上的,中国。 因为平靓正,对比起外国那些电池车, 我所指不是讲安全,安全各有问题, 最近Tesla都回收, 但总之来讲, 这个是属于中国新兴产业,包括电池、 风能、水、太阳能等,这些叫新能源。 好了,这个行业裡面被视为是可以发展的。 好了,在2023年裡面的人工都有跌, 即使你说是上升的行业,跌2.3%, 就没有这个数码科技的跌幅这么大。 所以未来一段时候,大家都开始看几件事, 第一,你那个追新潮,即是追新水回来, 这个浪潮会不会慢慢扩大到社会其他行业。 尤其是你这个已经向公务员, 或者是向半官方机构, 因为譬如有的银行, 你都是国家机构来的。 你这些来讲,你追新, 譬如有一间大银行, 不要讲它是谁,总之是四大银行之一。 它在2022年裡面是向那些员工追回, 追回是什麽? 以前那些工资是与业绩挂勾的, 所以业绩好的时候就发发给你, 现在单单去年追回五千多万, 你说五千多万都未过亿, 但它这个是追第一笔的, 以后怎样?不知道了。 好了,从这裡引发两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你过去的时候怎麽发得那麽藍? 你说,哇,追回以前的什麽? 但是如果是这样, 你凭什麽道理是发了之后你拿回呢? 而且你现在拿回的比例, 是不是单单按那时候你认为多发的比例? 很多人拿了,用了的了。 你现在你的概念即是说你发了给人, 人家应该是留在银行上, 不要用的,现在我要的时候就拿出来, 这个概念怎麽可以成立的呢? 是不是? 那些高官,你那麽多钱、人工, 你还有什麽奖金, 或者年终落台之后的按合约里面有的, 你不要用啊,你不要将你的钱调走啊, 等国家有烂的时候,你吐出来, 这个道理成不成立呢? 不成立的嘛,是吧? 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 你的道理都解不懂。 第二个,大家就说, 你过去为什麽发得那麽好? 大家都说好便好,我想指出的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来讲, 就变成上下交利了,不是上下交精利, 因为精利向老百姓, 他说大家,大家唯一唯, 如果我不加你下面那些来讲, 我上面分那麽多肥猪肉, 你就变成我肥上瘦下, 现在你下面,我上面吃大块肥猪肉, 你下面给你一点点瘦肉, 其实瘦肉几好吃的,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你的财政结构, 为什麽大起大落,就是这些原因。 你都不是按一个市场规律, 你是降行政需要,稳定人心, 你好的时候就好了, 你现在要追讨那些人工, 又减薪的时候就咬咬声。 好了,从这裡带出第三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种降薪潮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你说社会稳不稳定呢? 你说社会不稳定的时候, 我上次都讲过, 很多大企业成立自己的人民武装部, 人民武装部, 虽然跟民兵不是直接两类, 但它这些就怕你社会动荡, 大企业受冲击, 然后你这样就变成制造问题, 人民对抗人民,人民打人民,是吧? 这些来讲是你整个整体管理的制度, 你的策略、政策的问题。 所以又不是我们抹黑的, 我们希望只是早为之计, 是有人能够将各行各业裡面的减薪潮, 能够弄出来, 我们才可以知道一些情况。 所以大家继续关注, 千万香港政府不要将这个减薪潮引入香港, 否则都不用说你过去, 因为政治问题压到大家要站出来, 你民生问题都会令到大家站出来。 你看2023年就是了, 2023年其实当时国内就说, 经济下滑引致各种问题的总爆發, 这个是当时国内的评价, 就是它研究。 但是它的前提就是经济下滑。 1997年回归的时候, 去到2030年的时候, 样样东西都出现问题。 这个来讲,当年的教训, 特区政府你现在要明白, 你现在的财政储备不断下降。 第二我再讲这个问题, 总之财政储备大幅下降, 股票现在是万六点, 昨天到万六点多一点, 已经是越来越跌了。 所以基调已经是变化了, 你仍在民生在薪金上, 你裁完大财团才先裁。 这些来讲, 你政府要想办法, 不是说什麽都要骂你, 而是说是你的责任来的。 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先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